作词 李宗盛 青梅竹马的爱情 不曾忘记 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 谈着爱不爱的问题 幻想是林黛玉 爱着家宝宇 我是牛郎之女 也在嬉戏 而那些错过的梦 唱过的歌 爱过的人 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 永远不会结束的事 而错过的梦 唱过的歌 爱过的人 留在满满岁月 不能再细 小镇 永远 我这里挑选了一些照片 你要不要帮忙挑一下 这么尊重我的意见 不得已的 因为清清姐要筹备婚礼 不然拿得到你来 希望再专案你的照片 是 好 请问你们刚刚说的是何清清吗 是 她最近要结婚 所以不会来上班 其实她只是我们 特聘的专栏作家 她不会固定来上班的 请问你是 我就是平常很喜欢看 她那些环保专栏 想说如果可以亲自碰到她 跟她打招呼 我会很高兴 那你可能要等到她结婚 才比较可能碰到她 是吗 那你们知道她在哪结婚吗 在这座教堂吗 早上是上个礼拜 还有做专访 你看 你又干嘛 你不觉得她怪怪的吗 跟她讲那么多干嘛 不会 这个阿姨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应该单纯只是 清清姐的粉丝 没关系 是吗 我感觉她会 上班不上班 你竟然偷偷在商店 等总编辑回来之后 你看我怎么跟她报告 不是 你不要乱说 我是在看清清姐的结婚礼物 结婚礼物 之前清清姐说 我们没赚什么钱 不要包红包给她 可是我觉得这样 我会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又想到说 她之前说这个牌子的随身碟 超好看的 她很喜欢 所以我现在想一帮忙送给她 可是 老总不是说 我们大家要一起包个大红包 然后再送个大礼 给清清姐吗 是吗 你那一天请假 我后来忘了跟你说了 这样子 可是 这个随身碟很好看 而且 刚好清清姐也需要 对不对 我不送给她 真的太可惜了 你看 我看 谢谢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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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很好看吗 你看 不会 不便宜 小镇 你没有想象的大方很多 拜托 这质感超好的 什么超舒服的 你看 看不看 看这三个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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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今天好像不在习惯 我还 还不错 可是 可惜 是不是因为最近安安生病了 所以你的气色看起来 也很不好 你这样等一下怎么去试镜 没关系的 我咬粉稍厚一点就可以了 不然这样好了 以后如果Smart下班有空 我们就一起去帮你照顾小安安 反正小安喜欢Smart 如果他们可以常常碰面的话 这样小安的心情好 身体就会自然更得好 不用了 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麻烦你们 怎么会麻烦呢 其实小安安跟Smart的互动很好 让我很意外 因为以前Smart从来不会跟我提起 她到底喜不喜欢小孩 我本来还担心 如果她不喜欢小孩 这样以后结婚怎么办 现在我比较放心了呢 若美 你很喜欢小孩子吗 当然 小孩就像是爸爸妈妈的天使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一个家庭呢 就是要有爸爸有妈妈有小朋友 这样才算一个完整的家 可欣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批评你姐姐 没关系 你怎么有空来啊 你怎么有空来啊 不用上班吗 我刚好跟客户约在淡水谈事情 结束之后想找你吃个饭的 想不到你也在啊 可欣 因为要去试镜 所以她来跟我借衣服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去试镜 可欣 我刚才说的话 记得要考虑一下啊 好 那我先替晓岩谢谢你 嗯 试镜加油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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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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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 想找你当保姆啊 我 是啊 我昨天跟小马去找可欣的时候 我 我昨天去找可欣 是因为我想要拿酬劳给可欣 可是我又不知道可欣家在哪 然后你又去看曾妈妈 所以我就找了小马 我本来想要今天晚上跟你讲的 结果 没没没没没关系 你不用急着解释 我一点都不担心 真的 那就好 因为我们看到可欣一个人 照顾小安安真的好辛苦哦 既然小安安那么喜欢你 我就想以后我们有空 就去帮忙照顾小安安吧 就这样 是啊 不然 你还要怎么样 那这可欣怎么说 可欣说不好意思麻烦我们啊 不过啊 不过啊 我觉得那是客套话 哎 怎么样 你觉得好不好 啊 啊 若梅 你是不是还蛮喜欢小安安啊 当然啊 他那么可爱 而且我听说 自闭的小孩 通常在某方面会特别有天分哦 哦 可欣不愿意让我接近安安 但是若梅提出要多陪一陪安安 她就不好意思拒绝了吧 但如果安安真的是我的小孩 让若为太常接近她 反而会 静静 来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议员还在等我们呢 去哪儿 读更安的说明会啊 你不会忘记了吧 对啊 我都忘了时间 我们赶快走 喂喂 你带 我 好 对啊 她睡觉真的比较乖 那个 我底下就喂小孩吃药也 不会这么巧吧 我看你 也很快 我不能拒绝了吧 你最近没见过 不是 我们才能拒绝 我就是不让你拒绝了 你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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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眼熟的 好像在哪里看过 我买鞋的时候定员跟我说 这双鞋很多人买 你大概是看到穿一样鞋的人吧 快走吧 音乐人在等了 好 走吧 今天我要跟你介绍的那个厂商 是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 卫浴设备的厂商 他们正好在找代言人 我就跟他们推荐你了 总经理 谢谢你 谢什么谢啊 这帮你等于是帮我自己 这更何况你跟若梅合作无间 又把若梅的服装品牌 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这将来你的知名度越高 就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若梅的作品了 对吧 我一定会加油的 这扣除掉你之前 因为照顾你姐的小孩不说 其实你的工作态度还是很敬业的 我才会愿意把你推荐给别人 总经理 谢谢你的包容 以后工作上的状况我会注意的 对了 这你姐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该不会就把小孩 一直托你照顾下去吧 当然不会 再过一阵子吧 等一下 总经理 请进 等我一下 那可信 晚一点我还在公司 你等一下再来找我 我们就一起过去吧 好 谢谢总经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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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这是刚刚说明会的记录 还有建议会诊 您过目一下 好 我看一下 对了 马俊啊 对了 马俊啊 这可信最近 好像跟你们几个年轻人走得挺近的 对啊 因为她常常跟若梅讨论工作的事情 所以跟我们大家也比较常见到面 那你有听她提起过 她姐姐的那个小孩安安的事情吗 她没什么提起 我们也没特别问 总经理 是她的工作状况出了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她最近表现得很好 只是我担心 担心她太辛苦了 这个女生啊 好胜心很强 我一问到她的家庭状况 她的防卫心就很重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你有听说过她有男朋友 还是没有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这样啊 这有空啊 你们几个年轻人也聊得来 多关心关心她 尤其是你 这凯竹跟清清呢就快要结婚了 这若梅也有自己的归宿 倒是你 这可欣的条件也算是不错 之前你跟以萱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你不如 总经理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幸福 不过可欣是若梅找来的模型 如果太热情 硬把我们送座堆 把她吓跑了 不就是我们冬红的损失吗 可欣 肖马 你怎么还在啊 我在等停车车 那我先去找客户了 肖马 肖马 我刚刚要离开的时候 不小心听到总经理接到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留下来 听了你们的对话 很抱歉 没关系 那你应该听得出来 总经理很关心你 嗯 我知道 肖马 谢谢你 谢我 谢什么 那天你跟若梅 去我家找我 我家确实有一个朋友 只是因为那时候 发生得太突然了 所以我一时来不及反应 你也知道总经理之前 为了小安的事情 还在生气 所以我怕 如果他知道我的生活有问题 说不定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所以谢谢你 没有告诉他 可信 在我的观点 公事跟私事 本来就是分开来的 只要你的私生活 没有影响到工作 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 更何况 我也不是这么八卦的人 这种事情 没什么好说的 谢谢 嗯 不过 我倒是有个想法 我不是想要打探你什么隐私 我只是觉得 如果你把我们当朋友 只要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说 就像总经理 他虽然对你之前的 态度跟状况 不会有为辞 不过等他知道事情真相之后 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不过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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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如果有些事情 你不方便跟我说 你可以告诉若梅啊 我看得出来 若梅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看 而且若梅这个人 对朋友也对自己体贴 当他朋友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你若梅 清清凯族 还有定一 感情真的很好 可欣 只要你愿意 我们也很欢迎 你当我们的朋友 谢谢 不会 我得先离开了 好 你先去忙 拜拜 拜拜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明天凯族跟清清听你们唱这首甜蜜蜜 好 从此以后一定会甜甜蜜蜜 刚刚我听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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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跟定一在练习 明天要上台表演的二重唱 难怪若南穿得这么闪亮 我穿得很闪亮 我告诉你 这套衣服可是明设计 你未来妻子设计的 对 我突然想到若梅姐姐 我妈旗袍是你设计的 我妈的礼服也是你做的 她又有一件这么闪亮的衣服 到时候我 我这样我怎么 怎么跟她一起上台 谁叫你要叫我姐姐 好 对不起 我最近比较忙 对 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结婚的时候 你不是有帮小马做一套礼服吗 那一套拿给我穿就好了 来 定一 定一 说话也不可以看一下长河 没关系啦 讲话就不要在那边顾东顾西的 来 史莫来 过来加坐 人家史莫之前就答应过 要跟小马成为好朋友好兄弟 你应该不会介意啦 史莫 那当然啊 过去就让她过去嘛 对 过去若梅对小马付出那么多 是她自己没有好好掌握的 现在若梅把未来托付给我 我还一直跟过去吃胃 不就太想要吃了吗 是不是 对嘛 这样不知道是男人的风范 对 赵定一啊 你要多学一点啊 对了 小马明天不是总招待吗 我在公司也没听到她提起 准备衣服的事情 不然我们就把这个礼服送去给她 你觉得怎么样 不用吧 明天就要婚礼了 我想她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而且我也没有跟她听过有什么事 她怎么会有自己的想法 她现在还在公司加班呢 如果我们送过去的话 说不定今天她省了个麻烦 她搞不好很开心啊 可是 不用可是了 衣服在里面对不对 我先来 不好意思 她怎么会变得这么大方啊 装出来的啦 不是 不是 你刚不是还说 那是我故意说的 承认你啊 你真爱 都要生事情了 说话长长处包 还好我即使跳出来救援你 救援成功了 妈 什么意思啊 史玛是有讲说 她跟小马从此以后要相亲相爱 但是以她的这个个性 我想没有那么快 她对若梅那么没有安全感 你们又讲话这样子刺激她 所以啊 我刚刚就给她摸摸一下 对不对 让她有面子 她就会故意做得很大方 好 好 好 高招 高招 妈 可是 这样还是装出来的啊 实际上她对小马还是有敌意的啊 对啊 我刚刚讲话你是没有在听是不是 我 我就跟你讲嘛 没有那么快嘛 这就要等若梅跟她结婚之后生了小孩 若梅对她好一点的话 她态度自然而然就会变 这次是小妹 instrument 100分钟 对 来,快点,过来 快点 我刚刚出这 celular在驴里边 是的 韭心 妳 我剛剛沒從進去聚餐 要回來拿包包 看到你幫助室的燈很亮智 所以就進來可以看 小媽 我以前是小組的一間 方便嗎 來 喝喝咖啡 謝謝 謝謝 小二阿姨 現在怎麼樣 我剛剛打電話回去 包夢已經說要睡了 小馬 我身邊真的沒有什麼 男性朋友 而且你今天不是說過 如果有什麼事 可以來找你嗎 所以 可欣 妳再解釋就客套了 有什麼話就直說 我有件事必須跟妳談直 安安他不是我姐的小孩 其實 其實安安他是我情深的兒子 所以安安 我真的是妳的小孩 難怪 我一直都覺得 妳對安安的感情 不像只是外甥而已 可欣 好 妳告訴我 這個事實是有什麼忙 我可以幫她消化 這樣好了 以一個男人的立場 如果跟你分手五年的女朋友 我會來告訴你說 你有個五歲大的小孩 你會怎麼辦 你會很震驚嗎 當然 這是一定會的 接著呢 你會負責 還是會避之危恐怖棄 說真的 這個選擇真的很難 而且答案也很出關 你的初戀男友會怎麼想 你應該比我清楚 才是吧 我就是不知道 小星 其實我比較想知道的是 為什麼五年前妳不說 五年後的現在 妳才開始猶豫了 是因為 安安 我跟我的初戀男友分手之後 我就沒想過會再見到她 而且我一直覺得 小安有我就夠了 但是最近她又出現 小安安還很喜歡她 阿金 其實這個事情 很簡單 安安雖然有自閉的傾向 不知道怎麼跟我們溝通 但是在妳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應該要給她 我應該給她什麼 難道我要跟我的男友 我的前男友 去組成一個家庭給安安嗎 但是至少 妳可以讓安安知道 才有個爸爸 我知道 如果沒今天也說得累死的話 但是如果我這麼做 我可能會去影響 當另外一個家庭 我親男友 她已經訂婚了 而且她很快就要結婚 她就威風其實剛好的女孩 所以我 妳一開始說 小孩子可能會影響妳的工作 所以絕口不提安安 但是後來如果沒發現了 為什麼就不直接跟大家說 安安是沒有小孩呢 模特兒有小孩的話 恐怕會影響到 我工作上的發展 可信 還是其實 我們認識妳的初戀男友 所以那天在妳家的 就是她 對吧 不好意思 我不應該過了妳那麼多私事的 我只是一時好奇 不用回答 沒有關係 可信 可信 不管她是誰 站在安安的立場也好 站在她的立場也好 我覺得妳都應該讓她知道 不管她會有什麼反應 她都應該要面對 她曾經做過的事情 可信 可信 怎麼會這麼不巧 看來小馬跟可信 很認真的在考慮 大家給他們的建議 事情不是你想這樣 我是剛剛裴總經去居殘 回來拿包包的 好 這麼晚了 有事嗎 我們是送禮服過來 禮服 我不打擾你們了 我先走了 可信 明天凱竹跟清晰的婚禮 記得要來 不會的 拜拜 好 媽 這可是若梅特別為妳當勝定做的 這是 一定知道跟我妹結婚的時候 我幫照幫每個人都做了一件禮服 擔心妳沒有來 明天凱竹和清晰結婚 我在想 如果妳們都能穿上肉眉做的禮服 會很有意義 好 謝謝 那先這樣 我們先走了 因為半天還要回去睡眠午覺 包包袋 妳也別太累 好 好 要晚了 走吧 好 人忘了都會成真 剛剛不是已經進房間了嗎 怎麼沒睡呢 想當熊貓野新娘 沒有 我是怕明天的細節 還會有漏掉的地方 所以我再做一下確認 會緊張 好像有一點 爸 我跟凱竹明明都在一起 已經十年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感覺上像家人 但是我躺在床上 我就是好緊張 我睡不著 那是因為 妳即將以新的身分 展開新的生活了 我跟你講 就算妳再怎麼會想像 面對未知的一切 多少會有點不安的 懂嗎 可是我覺得不是不安 是期待 好 我覺得 我期待成為張太太 期待未來跟凱竹 共度每一天 很好 這妳跟凱竹 終究是走在一起了 凱竹對妳的堅持 媽媽很感動 我可以很放心的 把妳交給她了 那妳這麼說 妳是說妳不要我 不是 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人家不是說得好嗎 嫁出去的女兒 潑出去的水 妳馬上就要當人家的媳婦了 笑什麼 我可是很嚴肅的提醒妳 知道嗎 爸 不是 我第一次覺得妳的城牆爛掉 怎麼那麼可愛 妳好像都忘記一件事了 什麼事 我未來的婆婆 已經是妳老婆了 對 一時之間我還會忘記了 所以我明天 就是從妳家 嫁到妳家 妳既是我的公公 也是我的爸爸 我有雙重保障 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是喔 沒錯 沒錯 琴琴 媽媽很沒用 媽媽看過妳的家庭 妳的朋友 還有妳的未婚夫 她們都很疼妳 妳一定會幸福的 妳一定會幸福的 做得過活 那是因為我不希望妳受傷 我知道了 爸 我想大概是因為 爸爸錯過一次 爸爸不想再做錯第二次 妳是說 媽 爸爸 爸爸一直沒有勇氣 講妳媽媽當年的事情 我想妳大概知道 當年要不是我 對妳媽疏於照顧 她也不會 你不要這麼說了 爸 你做得已經很好了 你做得已經很好了 你這麼偉大 而且一手把我拉拔到這麼大 我相信 此刻的她 知道的話一定會很開心的 對 對 她一定會很開心的 當年的小寶貝 現在要嫁人了 她一定會在天上祝福妳的 也會祝福妳 大臣 明明是我欺騙妳 是我虧欠妳 妳 怎麼樣 這麼多年沒出手 功力未檢 厲害 那當然 你以前國中的時候 規定要理平頭 還都是我檢的 可是我剛開始的時候 技術不好 把你檢得跟狗肯的一樣 看你那時候都不敢上學 幹嘛這麼說了 單之後你就變得很厲害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 親親的妹妹頭 還是找你檢的就是 是啊 想起那個時候 你坐著都還沒這椅背高呢 現在馬上就要結婚了 媽 這二十幾年來 你最辛苦了 但是從明天開始 你不但多了一個老公 而且還多了一個女兒 可以想想親福了 想親福 你以為你媽很老了 說說話 對不起 誰 美女 蔡主 媽 文惠 不好意思 這麼晚還在打擾 不會 明天這裡就要當新房了 我去把門口掃一掃 來 進來說話 先坐 我大杯茶給妳 好 凱竹 你這麼晚還沒睡 對 剛剛還在剪頭髮 來 謝謝 對了 這個是你妹妹以萱 特別從美國寄回來 要給你當結婚禮物的 應該是一整套繪圖用的筆 她希望你這設計稿 一張接著一張畫 將來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建築師 我會打電話謝謝她的 其實 妳明天再把這個禮物送給我就好 何必特別跑一趟 這明天是妳的婚禮 妳到時候一定忙得不可開交的 我到時候萬一把這東西給弄丟了 那就不好了 更何況 明天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跟妳說上一句話 對了 凱竹 明天應該有很多的朋友 會來參加吧 我後來想一想 這主婚人的位子 交給美女就行了 我就不做了 這一陣子 我做了這麼多傷害人的事情 妳還肯原諒我 叫我一聲嗎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更何況 哪有一個婚禮當中 會有兩個媽當主婚人的 這多奇怪 別讓人家議論紛紛的 不 這個主婚人的位子 妳是非做不可 其實我大部分的朋友 都已經知道 妳是我的親生母親了 而且 我們這樣重新開始 我們的母子關係 不是嗎 就因為這樣 我們更不應該避諱 更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和好的喜事 可是凱竹 媽 我知道妳對於過去的所作所為 很後悔 但是我說過了 我既然接納了妳 我就會盡力的去做好 我不希望妳因為顧慮我的感受 而讓自己變得很卑微 因為這樣子 我們更不能恢復我們的母子關係的 不是嗎 而且我相信爸 他還是知道我們和好的話 一定也很開心的 其實 我並不奢求英雄會原諒我 他會的 妳應該知道 爸的個性又開朗又直爽 過去的事情對他來說 就是過去了 現在的他 一定很希望妳可以代替他 坐上這個主婚人的位子 妳該去吧 真的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妳 清清收 你們兩位還沒睡啊 媽 來 清啊 這外面有妳的包裹 我 這麼晚了 還有郵差 沒有郵戳也沒有地址 就署名一個清清收 我想應該是專程送來的吧 等等 不要隨便亂猜 這個又不知道是誰送來的 誰知道裡面是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會吧 那是我來開好了 讓我比較安全 這是什麼 隨身碟 很漂亮 是不是還有封信 何小姐 妳好 很冒昧地送妳禮物 因為知道妳要結婚了 想要祝福妳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媽媽 每次閱讀 妳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 都會讓我的世界更廣闊 心靈更富足 這是一點小心意 希望妳幸福 很好 原來是妳的讀者 怎麼會這麼剛好 什麼剛好 我工作上 剛好真需要這個東西 而且 這是我很喜歡的牌子 可是奇怪 我明明只有跟小禎說而已 今天小禎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還要跟我說 我們公司那個 新來的打掃阿姨 她說她是我的忠實讀者 還問起我的婚禮 就這麼剛好 我晚上就收到這個禮物了 看樣子沒什麼惡意 既然是粉絲送的就把她收下 收到這個禮物我當然很開心 可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文章 可以影響人可以感動人 那才是我最大的禮物 所有人都可以感動人 這才是太多的 他們在做什麼 留在滿滿歲月 不能再醒 婚姻是男女雙方對彼此 取下人生中最重要的承諾 在往後的日子 你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一个家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拥有幸福的婚姻 双方要付出真爱 付出牺牲 把对方看成是白头偕老的伴侣 一辈子终于对方 一辈子终于对方 请坐 现在两位新人都站在这里 上帝会赐予给他们祝福 并且保护他们的婚姻 永远美满幸福 HAPPY BIRTHDAY MY DEEER 这是一定要的 要的爱的 想等忘了都会成真 HAPPY BIRTHDAY MY DEEER 祝福的歌送给你的 HAPPY BIRTHDAY MY DEEER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MY DE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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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